大家好 这位朋友是从Tahiti过来的 Tahiti是什么地方 就是Tahiti 是马尔代夫旁边的一个岛屿过去 然后他不会讲中文 他的英文也不是很好 他是讲法语的 我给他做一下翻译 那你就翻译法语吗好了 我不会讲法语 那你翻译什么语啊 他的英文他会讲一点 所以等一下我记录给他 解释给他 你们这里谁会讲法语的了 没有 好了 你讲吧 他是1984年叔叔的 第一个问题是 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他说他的脑子一直很紧张 你告诉他 他经常有个人跟他讲话 你告诉他 somebody always talking with you spiritual OK somebody just speaking to to your mind talking with you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点头了 看见吗 好了 你告诉他 他浑身酸痛 你整体状况 你整体状况是不舒服的 整体状况是不舒服的 整体状况是不舒服的 他不知道 你告诉他是一个男的 是个男的 他一直在你的身体 他就是个精神 像个神 实际上他这个病门 那就是灵性病 最简单了 灵性病的话 就是要靠灵性来治 那就是要念小房子 但是他不会念 你叫他找我们法国的同修 我们法国有同修 都有那种经文的 法国的经文的 你们 你找个英文好一点的 跟他翻译一下 澳大利亚来的那个 第二个问题 他就是说怎么样修行 怎么样身体好一点 你就是叫他要念经的呀 待会这样吧 像他这种情况 我看出来了 就是说你叫他 待会找个人帮他 密书处啊 待会门口找个人 帮他稍微 就是教他一些 怎么样念经文就可以了 我就跟他开个功课就可以了 你首先要叫他念礼佛 念一遍 然后呢 叫他念心经 二十一遍 大悲咒叫他念七遍 这是每天的功课吗 每天功课 他们帮他记下来了 待会你慢慢解释给他听 你说叫他好的话 叫他天天要拜佛的 明白了吗 然后要叫观世音菩萨保佑 让我身上的灵性去除 就是离开 不要说去除 然后呢 叫他念小房子 现在这个灵性 大概要七百九十张 好了 听得懂吗 OK 那等一下我跟他讲一下 你待会跟他讲一下 好吧 你告诉他 他的妇科很不好 还有他的脚啊 他的脚啊 脚长啊 以后会出问题的 他以后 这个你就别告诉他了 他以后不会走路了 两个脚 他要躺在床上 他关节 骨关节已经变形了 好 明白了吗 好 谢谢师父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